对我们再来看日本的网民可以说最近非常疯了 因为他们因为这张照片而疯了 这个是大阪府一所公立国中的中学的毕业生 你看到他们一男一女分别配对了 在镜头下就亲吻了 他们觉得这个是毕业照有创意 无伤大雅 就没有想到的照片被po上网了之后 就遭到日本网友的一个群体围攻 他们纷纷感叹说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那日本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呢 也有很多学者提到说 确实这么样的一种价值评判的一种观念 到底这日本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要开始进行